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31日结束纽约之行 在上午10点离开下榻饭店的时候 与守候在饭店门外的侨胞握手告别 没有发表谈话随即赶赴机场 结束不到48小时的过境行程 酒店外聚集多名侨胞 挥舞中华民国与美国国旗 高喊总统加油 台湾加油等口号 欢送蔡英文 所以都知道说美国 不管你是民主党还是你是共和党 其实都一起的在支持台湾 所以我们也希望美国的支持台湾的力道 可以一直持续的下去 访问团离开前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昭谢 乔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 和聚集在饭店外的侨胞握手 感谢侨胞一路相挺 蔡英文在周四晚出席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晚会 获颁全球领导力奖 该奖表彰他在任内 以极大的勇气与决心 带领民主台湾应对胁迫 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台地区 蔡英文获奖后发表演说 认为这份奖项是向台湾人民致意 对于中共刻意过度紧张 台湾谨慎并冷静回应 让世界看到台湾在两岸关系中是负责任的一方 蔡英文29日自台湾出发 中美洲首站过境美国纽约 4月1日抵达威地马拉 3日抵达贝里斯 5日返程时过境洛杉矶 预计7日晚间反抵台湾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上进 纽约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